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深度学习进阶算法应用课程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如何用python来自己实现一个神经网络算法 并且其中主要的部分我们用这个梯度下降,gradient descent 具体来讲的话是随机梯度下降,也就是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的方法来进行实现 我们跟大家已经讲完了如何实现,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在实现好了这个神经网络之后我们如何来利用它来运行它来进行这个手写数字的这个识别 我们看一下识别的效率怎么样,并且我们中间的参数可以不断的调节来变化 好的,首先我们大概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network这个类别里面主要的 但是我们再跟大家快速的复习一点,因为有一些方程我们之前没有谈到 好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从git下面下来下来的这个代码我们来看一下啊 所以呢我们首先呢用到了是我们要import这个random 因为大家还记得其中有一部我们洗牌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打乱这个training data的时候用来做这个mini batch的时候我们有一个random shuffle的这样一个 一个function,所以random这个是python里面自带的一个package 我们把它导入啊,import进来 第二个呢我们需要import的东西是这个numpy啊,这个大家说了很多遍了 就是我们在python里面支持科学计算的一个包 我们把它叫做np,为了方便期限啊 后面我们调用的时候比较容易 好的,那么首先就是我们这个方程其实就是定义了一个整个来说呢就是定义了一个类叫做network啊 这个network呢,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java里面有一个传统就是说这个你一个java文件定义一个类,这个类名和你的java文件名必须要一样啊 在python里面不一定啊,就大家看我们这个pythonmodular就是我们python模块的这个名叫小写的n network 但是我们这个名啊,我们叫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类啊,我们这个叫做dashedn network啊 好,我们看一下,所以呢,首先呢我们是有一个这个构造函数,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了是吧 这个我们就是说有几层,然后每每一层我们给它传入这个初始化的通过这个正态分布随机来初始化这个bias权重和更新啊 然后下面有一个方程是fitforward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给定一个输入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个sigmoid function啊 里面加这个权,权重与这个输入相乘,对应相乘,求和之后加上这个偏向,然后把它来这个使用这个sigmoid function 把它作为这个结果,就等于说1除以1加上1的负的这么多次方,然后呢把它来从这个神经网络的输入层向输入层 来输出,是吧,这个fitfork也就是说我们 返回的是一个输出,当我们a是输入的时候 好的,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我们上节课跟大家讲的这个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啊,随机梯度下降算法 这个呢,我们上节课刚刚讲过 还有这个update mini bash啊 然后下面这个back propagation呢,我们上次跟大家提了一下,但是没有没有讲,我们还是在后面跟大家解释,想写这个算法 因为这个算法比较重要,也相对比较复杂一点,所以我们可能要花一节课的时间给大家来解释 所以这大家就知道,就是我们是通过,在这一步 我们当对于mini bash里面更新权重的时候,我们用这个back propagation 这样一种算法来计算,cost function 对于bias和weight的偏导数啊,具体的实现就在这里 我们后面将会花时间给大家详细来解释这个算法 好的,那么下一步这个evaluate大家还记得,这个evaluate就是我们在每一步 训练一个mini batch之后,我们有一个结果上的一个更新 就是说我们训练完每一轮之后,我们这个当前的准确率是多少 是吧,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因为之前没有讲到这个function 所以我们的输入其实就是一个参数,就是test data,就是我们的测试集 那我们如何来验证呢?很简单 跟我们所有之前所学的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当 x是输入的时候,是吧 我们可以使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fade forward,把x输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输出 是吧,然后呢,所以我里面使这个 我们算一个正确率,也就是说在这个test data里面 是吧,我们通过x算出来的输出和实际的输出 我们占多少比例,是吧 我们看到x等于y forxy in test results 也就是说,我们整体 输出的这个y 和我们目前test data results 真实的这个数值 有多少,他们是相等的 是吧,他们加到一起有多少 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测试集 一共是有1万张图片,是吧 假如说我们有9000个相等的话 那我们就对了9000个 预测对了9000个 也就是识别出了9000个图 正确的识别出了9000个 这个图片上的手写数字 那么正确率就是这个 9000除以1万,是吧 就90% 举个例子 所以这个evaluate就是算我们的准确率 是吧 然后呢 这个cost derivative 它是一个 简单的就是说 我们要求一个偏导的方程 这个是我们这个 back propagation里面有用的 我们这儿 暂时先不跟大家解释了 然后这个sigmoid function 很简单 就是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个sigmoid function 这个sigmoid prime 它指的是sigmoid function里面 对它求一节导数它的一个结果 好的 那么 这就是整体的 我们如何来定义这个network 我们下面就用它 我们看好代码去量 其实并不是很大 短短几十行代码 我们就可以做到对这个手写数字进行识别 那么下面这一步 我们就开始来通过这个实现好的network 和我们要load的这个minist dataset 跟大家开始来看一下 我们识别这个准确率怎么样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啊 我这单独写了一个python的modular 叫做demo 所以我们还是要导入两个模块 是吧 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的minist loader 这个模块是用来下载数据用的是吧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实现好的这个network 我们把这个两个导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了啊 这个红线呢 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红线呢 就是说 我们用的是pydive 它有时候内部没有建立一些连接 所以它没有识别出来 我们其实是已经实现的在同一个这个这个位置下 我们的另外一个模块 其实程序运行只要没问题就可以 这里只是它没有识别出来 这个我们已经导入了这个 我们已经实现好了要导入这个模块啊 这个没有关系 所以呢 下面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首先第一个要调用的方程就是这个minist loader 我们还记得上节课我们讲有一个有一个数据 有一个方程叫load data wrapper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把这个minist load这个数据集下载下来以后 我们返回三部分是吧 有三个返回值 一个是training data 它是一个list 它里面有五万个tuple 每个tuple呢是一个xy的程度出现的 x和y分别代表这个输入的这样一个实例 就是784乘1和4乘1的一个vector 然后这个validation dataset呢 其实也是一个 我们记得之前把这个六万拆成五万个training 然后一万个validation是吧 就是校正级 然后这个test这个validation或者叫验证级 然后这个test data呢 就是我们剩下的一万个 返回的这一万个 这个测试级是吧 好 我们还我们来验证一下 我们之前说的视频类型 首先我们打印出来这个training data 它的这个类型是什么样 是吧 我们期待它是一个list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长度是多少 也就是它里面有这个list里面有多少个tuple 也就是有多少张图是吧 我们期待是五万张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training data 它是一个list 对不对 我们取第一个元素也就是一个tuple 那它里面的第一个 它里面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x一个y 所以这个0就指的是x 下面这个1就指的是y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x和y它的这个形状 也就是它这个维度是多少 我们期待的是一个是784 一个是10对吧 好的我们先运行一下这段程序 好我们看到啊 首先呢这个type是list 没有问题 跟我们期待的一样 然后呢我们这个training data 就是它的这个lens 就是它的长度 它一共有五万个tuple 就是五万张图片 然后呢这个training data呢 也就是说它的x就是784乘1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输入层 它等于说有784个这个像素点啊 是一个一常列啊 然后那个10乘1 就是我们这个输出 是吧我们10个输出神经元 分别对应10个数字 分别对应 就是说这每一张图片 它可能被认出来是10个数字中的某一个 是吧 好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 我们同样可以打印出来这个validation data啊 看一下它的这个长度啊 我们来验证一下 所以我们把这个 来注视来解掉 我们看一下这个验证集和测试集 我们主要是验证一下它的长度 各方面跟我们期待的一样 好的 我们运行一下 这段代码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对于这个validation data 现在我们有1万个数据没有问题 对于这个测试集 我们1万个数据没有问题 好的 那下面我们来就来通过这个network啊 我们来算一下 就是识别一下 我们对于这个用这个训练集来训练 然后我们用测试集来测试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到底能识别出来多少张正确的图片啊 我们看到首先要解释一下net 就是我们新的定义一个一个变量名 它呢就是一个类的实力化 这是我们的类名是吧 叫network 就是我们这个类的名字 然后我们要调用它的这个构造函数 点network 我们传入的是一个size 是吧 就是我们构造这个神经网络的时候 我们一共有几层 每一层的多少个神经元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假设我们先简单一点啊 我们就是说 这个 输入层 因为我们的这个像素呢 一共是每个图片是784个像素 所以我们输入层是784这个是固定的是吧 是根据我们输入的实力的它的维度来决定的 那么这个中间层呢 就是这个隐藏层是我们自己来定义啊 我们先可以少少定义一些这个神经元 我们假说随便用一个减少一点的数字30吧 然后呢 这个输出层呢 就跟我们这个 Y它的这个维度是一样的啊 是一个实维的 所以呢这个中间层我们定义 假设有30个神经元 我们计算起来比较快一点 我们看能达到什么样一个精确度啊 然后下一步呢 就是我们直接调用这个 当前我们这个network上面有一个 我们上上节课跟大家讲了实现过的这个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这个随机梯度下降算法啊 然后它的参数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如果忘了的话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这个gsd里面我们的参数 sgd里面的参数 首先呢是training data 就是我们的这个训练集 是吧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training data 我们导入了就是我们的一个训练集 是吧 刚才我们从这个数据户中返回的这个训练集 然后呢 第二个参数呢 是除了self 我们这里没有用到这个self 就是我们 所以大家知道 python里面这个self 它是默认的 所以我们这个参数对应的是 这个第一个参数啊 好的 然后那个 下一步我们看一下啊 是epkers 就是说我们一共要训练多少轮 我们把所有data xdata耗光 算是一轮结束啊 这个轮数越多的话 它精确度我们期待的越高 但是在一定的轮数 达到一定的轮之后 它就会收敛 收敛之后呢 精确度基本就变化不大了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手工人工 根据这个先验知识设定的一个值啊 我们假设在这里 就让它训练30轮吧 就让它停下来 好吧 这个中指呢 它其实有一系列条件 我们可以一定的轮数 或者我们根据错误的变化率 达到一定的标准 我们就可以让它停下来 假设这里我们为了简单的一个实验的话 我们就设定 让它跑30轮 是吧 最多跑30轮 然后呢 下一个参数呢 我们是这个mini batch size 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因为要用这个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所以我们把这个所有数据拆成很多mini batch 看着一小部分一小部分 我们每一小部分要包括多少个实例 是吧 我们一共有5万个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定义10个是吧 就比较简单 我们10个10个来 就是每次用10个来作为一个mini batch 所以这个mini batch的size它是10啊 下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学习率啊 叫ETA ETA的话我们就讲说叫3等于3.0 如果是太太大的话呢 越大的话 它学习越快 收敛越快 但也有一个潜在的危险 就是它也可能不收敛 而是错误率越来越大 因为它如果跳得太快的话 它可能就没有走到这个局部最优啊 如果越小的话 它就是学习的越慢 好的 那么最后一个参数呢 就是test data 是吧 就是我们的测试集 测试集是我们现在 传入的就是我们之前露了进来的这个测试集 是吧 好的 那这是我们的神经网络 所以在训练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不会 我们记着 我们之前实现的这个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它就会不断的打印出来 在每一轮结束之后 我们的这个准确率达到多少 是吧 我们现在来跑一下这个程序啊 我们来看一下 程序软的运行我们稍等一下 这要稍微花一点时间 好 我们开始看到 开始学习了 在第0 也就是第一轮的这个epker 我们达到 就预测对了这个9,053个实例啊 一共有1万个 这也就是相当不错了 所以我们有90%的准确率啊 我们再看 经过下一轮训练 我们能不能提高 目前的这个准确率啊 好 我们看到 在第二轮完成之后呢 我们达到了这个预测对了 也就是 准确的识别对了9,234个图片啊 一共测试机里面是1万个图片 所以我们达到了这个 92.34%这样一个准确率啊 我们看 有一个明显的提高 在第三轮呢 我们达到了这个9320个 也就是说 比第二轮又提高了一些 是吧 我们达到93.20% 也就是我们的错误率 就是1减去 0.9320 就是大概是 6.8% 好 我们看到这个神经网络计算 它的这个 时间是比较长的 因为我们想的 中间预算量非常大的 我们要更新所有的这个权重和偏向 好 那么第四轮呢 我们已经达到就是 又提高了一点 是吧 从9320提高到9333 9336 所以我们 现在准确达到93.36% 好 下一轮我们看到 达到9389 还在不断提高 虽然有所减慢 但是我们还是 可以 使它的这个精确度不断提高 在每一轮 过之后 我们还是 精确度一直在增长 也就是说 换句话说 我们的错误率一定在下降 好 下一轮 9355 大家看到 比上一轮好像低一点 所以有一个规律 就是说 我们总体的趋势是 在一轮训练完之后 再到下一轮 我们的这个 误差不断减小 也就是说我们精度不断上升 但是呢 他不是说是每一轮的精度 必然比前一轮要多 他在中间可能有一些浮动 所以呢 我们一般会在这个 跑了几十轮之后 我们选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 我们看到 在这里我们又增大了9390 从之前的9389 有多认出来一个图片 我们就等到十轮吧 看他能 识别出多少图片 是吧 因为我们设置的这个30 是比较大的一个数字 所以呢 我们可以稍微再等上几轮 看一下我们 好 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又提高了这个准确性 在第七轮实际上是第八轮 因为我们从零开始数 在第八轮之后呢 我们其实已经达到了94% 我们识别对了这个94 9400 02张图片 在1万张之中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因为我们的输入层有784层 这中间隐藏层有30层 所以这个 有多少个链接 我们可以想一下 784乘30是吧 有这么多链接 这么多条线 每条线 每条线上都有一个 这个weight 就有这个权重 所以我们每次更新的时候 要有多少轮运算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再算这个 back propagation 在运行这个 每次更新权重和bias的时候 我们有这么多参数 是吧 而且30和10之间 我们又有300通 300个链接 好的 我们看到还在不断增加 我们现在到94.49% 9445 9430 目前最好的是这个 9449 94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大家看到 我们这个实现了一个神经网络算法 用这个T2下降 短短的几十行代码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 手写数字的识别达到如此 这样比较高的一个准确率 达到90% 95的一个准确率 那这样才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这个network 是吧 我们才是一个隐藏层有30 那同学们可能会有好奇一个问题 说这个隐藏层 我们把它神经元再弄多一点的话 它会不会提高它的识别率呢 包括我们这个学习learning rate 这个学习率 它的变化又如何影响我们的这个 这个精度呢 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试验一下啊 我们可以 稍加改动 来看一下 我们看到现在跑了12轮 我们的这个精度已经达到最好的 已经达到这个9460了 94.6% 好的 我们现在为了时间 我们现在暂时把这个程序中断 其实还没有跑完 我们要跑30轮 但是我们看到大概的趋势 好 我们现在精度到了94.6% 这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成绩 好的 那下一轮我们试一下调整一些参数 看一下它的这个精度有什么变化 我们先终止程序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假设我们现在把隐藏层 从之前的这个30个神经元 改到100个神经元啊 按理说我们应该会有 很有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结果 对不对 因为我们学的更细致在中间这一层 那它是不是越大越不好呢 也不一定 它太多的话 可能就是overfitting 是吧 所以呢我们就是说 从输入层到输出层的链接更多了 可以学的更细致 然后从输出层到 从这个隐藏层到输出层 也链接更多了 因为我们的隐藏层之前 我们设了30个神经元 那在这里我们设置了100 你知道是吧 然后呢 底下这个gradient descent 我们这个参数保证不变 还是每轮有10个mini batch有10个 然后学习率是这个3.0 好我们一共有30轮 我们看一下 这次这个有什么变化啊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 一个就是我们在训练每一轮的时候 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时间上 是不是比之前更久了 也就说更慢了 第二个我们精度有什么变化 好我们现在开始运行 大家可以想象我们现在 在隐藏层从30变成100个神经元了 那它和之前的链接要多出多少倍是吧 多出了70 以前是784乘30 现在784乘100是吧 多了多少个参数 多了多少个weight和bias 所以呢我们应该期待 现在训练的这个速度 要比以前慢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总时间 要花的比以前更长了 我们稍微等几轮看一下 我们训练出来这个精度怎么样啊 就是到底能识别出多少个数字是对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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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当然我们现在使用的还是这个CPU 大家还没有介绍 我们如何来调用电脑上的GPU 大家也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要用GPU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进行深度学习 也是仅仅简单的一个三层的神经网络 我们算一轮的话 我们的时间都要就这么久 所以我们后面在进行这个网络变成深度的时候 我们肯定要是用来GPU来进行的 好的 我们看到我们第一轮的学习结果出来了 所以我们在一万张图片里面 识别正确了 识别了7412章 第一轮的结果看似没我们隐藏层为30的时候结果好 但是这里面是有一些随机的因素 因为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最开始设置初始化的权重和偏好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随机来从正态分布中产生的 所以就算大家每个人来运行同样的代码 它的结果也不是完全一样的 它大概的正确率是在一定水平上 但是它不是每一轮出来的结果都完全一样 因为我们初始化的时候是随机初始化 是吧 好 我们看到第一轮是7412个 我们看一下在学习几轮之后 它的准确率能提高到多少 与此同时呢 我们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在这个命令行如何 这个来做同样的工作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通过IDE Eclipse 我们在命令行下载之后 我们同样可以这个 跑类似的代码 我们看到第二轮结果出来以后变成了7584个 稍微提高了一些是吧 好 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些代码拷贝一下啊 好 我们暂时先到命令行去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我可以把它放这边的 好的 我们上节课跟大家说在命令行里面 我们把这个代码克隆下来了 到另外一个部落啊 现在我Eclipse Eclipse导入的这个项目和我命令行下载的是在两个文件夹下啊 所以他们忽不影响 所以我们看一下目前呢 我先把这个 可以掉是吧 所以我们当前的目录是这个 MyDocuments 下面的这个neural network是吧 让我们看一下里面它的这个 都有哪些模块 我们要 就是其实就这些模块是吧 所以我们现在 可以在命令行里面直接进入python的编译环境 所以我们就进入python 大家看 将python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命令行里面直接来导入 就是说 在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python原代码的这个编辑环境 所以我们直接可以在这个命令行里面输入这些code 这些代码来进行学习 因为我们在这个目录下 已经有这个network的实现 是吧 有network这个实现 我们也有这个 minis loader需要的这两个 模块是吧 好 我们试验一下啊 假设我们现在 可以重复一下之前的这个工作 所以呢 首先我们要导入是吧 我们导入这个import minis loader 是吧 好 导入之后我们再导入这个network 是吧 好的 这两个导入之后 我们就 需要首先下载数据是吧 为了简单期间呢 我就不一个一个打了 我把这一行代码copy过来 好 正在运行 好运行完了是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training data 啊 它的type list 是吧 没有问题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也可以同样进行训练 我们可以重复一下 刚才的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就是 就是减入这个net等于这个network 是吧 构造函数network 784 第一层 第二层 30 第三层是10 是吧 刚才我稍微打了一个t ne 那无所谓了 我们就ne训练就行了 我们把当作ne 然后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是吧 我把这行copy一下吧 好 好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我们所预期的结果 应该和我们在这个eclips里面 上一轮的 就是我们运行这段代码的时候 应该结果是类似的是吧 我们还记得 我们最好的这个准确性是 94.5% 差不多是吧 好 我们看啊 现在我们在eclips这一边呢 其实我们把这个隐藏层的个数 从这个30改到 改到100之后的明显 我们现在的学习时间变长是吧 我们这么久了才跑了三轮 现在最好的结果是这个 识别出了7590个是吧 其实我们可以期待在十轮之后呢 其实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加精确的 这样一个识别率啊 比之前这个 30层 然后我们看到 好 现在我们这个在命令行这边 terminal我们已经开始有这个 学习结果产生了 我们在第一轮呢 有这个8150个是吧 跟之前我们在eclips里面跑的话 它结果有点不同 但是呢大同小异 因为它因为最开始初始化的时候 是随机的 所以结果稍有不同 好的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在这里就不等它接着运行了啊 在这个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现在在eclipson结束这段程序 然后我们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别的参数如何来影响这个 结果哈 我们看到就是说 我们看到啊 就是这个 我们如果之前我们的学习 学习 学习率 不是3 3.0吧 那大家可能会 好奇就是我们把这个学习率啊 就是这个ETA 假如说调的更低的话呢 它的结果会怎么影响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好 由于这个 我们把这个 中间这个隐藏层设置成100个神经元的话 它的速度非常慢 所以我们可以尝试把它 改回到30个 就跟第一轮的结果一样 但是我们把学习率从之前的这个3.0 改成一个非常小的数字 0.001 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表现和之前 我们跑的有什么区别啊 正好我们可以对照一下 因为在这个命令行这一面 我跑的也是这个隐藏层是30个神经元 它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对比一下 只是把这个学习率从这个3.0变成0.001 我们看一下结果如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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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在命令行这边的话 我们现在这个 识别队的图片数还在增加 但是比上次稍微慢一点 因为这是取决于我们初始化的这个权重和更新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8000多 8416 然后Eclipse这边呢 刚刚在还是开始跑 还没有出现这个学习结果啊 我们看到这一轮提高非常大啊 我们到第六轮之后呢 这个正确的图片已经达到9372了 好 现在第七轮出来有点小的更新达到9376 我们看到啊 这个 我们当把这个学习率改成0.001的时候 我们现在 第一次啊 第一次这个结果 它是有一定的随机性 因为我们是初始化是随机产生的 所以但是非常低啊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Eclipse这一边呢 我们第一轮结束之后 只识别对了882个啊 在1万个里面 只识别对了882个图片 我们看一下 在跑几轮之后 它这个 识别的图片的个数如何增长啊 因为我们现在定的这个学习率非常非常低 只有0.001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就是它学习的这个速度 应该是比较慢的啊 我们看到在命令行这边呢 我们已经开始达到之前我们最好的结果差不多是吧 已经达到这个9421个了 那么在这个Eclipse里边我们还在跑 我们看哦 非常慢 现在在第二轮之后 我们才结果就要差的多是吧 我们只是从之前的882 现在反而下降了一些 才到861了 我们再等一两个 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如何 在Eclipse这边呢 我们已经达到这个 最好的结果是9421是吧 所以大家看哦 这个神经网络算法 它对这个参数是非常敏感的啊 我们必须要了解到 了解清楚每一个参数的实际意义 只要稍有变化的话呢 我们就会 对结果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啊 有一个 9432 看一下我们这个 Eclipse这边 在第三轮能够 有多少图片被正确识别 在这等待的时间 我们看一下啊 宗大佬 这个909个啊 仍然是非常慢 我们看到还是有学习在发生 但是因为 我们把这个学习率啊 Learning Rate 也就是这个ETA 定的非常低0.00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学习 它的这个表现非常差 而且它的增长非常非常慢啊 这是我们得到的一个结论 那么后面呢 我们现在暂停一下 我们就不等它接着学了 同学们有兴趣 可以自己去 跑下面的程序 来看一下 在多轮之后 我们学习结果如何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 如果我们有两层 只有两层网络是个什么结果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大家有有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调整不同的参数 看一下结果有什么不同啊 比如说Learning Rate 它的层数不同 还有它跑多少轮不同之后 这个结果效果如何变化啊 还有一个有趣的是 就是说 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这个 我们目前实现的这个神经网络 它是有三层是吧 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但是 我们能不能再简单呢 假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神经网络 只有两层 就是一个输入层 是它的像素 784个神经元 然后直接通过中间的这个Sigmoid function 这些网络连接 直接就输出这个10 就是它输出层 我们去除掉隐藏层 那效果会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 我们从三层变两层的话 它没有中间这层过渡的话 它的准确率估计 我们预期应该会低一些 对吧 所以我们有兴趣可以跑一下 对吧 我之前也做了个实验 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就是 传入的这个神经网络 就两层 输出层输出层 别的所有东西都一样 我们还是有30轮 我们这个mini batch size还是10 我们的这个learning rate 还是3.0 跟我第一次设置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准确率 大概是什么样的吧 其实之前我把这个结果 已经配置到这块了 我们看到它的效果 还是要差不少 因为我们达到第13轮的时候 只达到8000多正确 是吧 还是不错 但是呢 我们跟这个三层比的话呢 效果还要差很多 所以呢 大家就知道我们这个神经网络的深度 是对结果影响至关重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深度学习 取得了极大突破 所以呢 我们在这门课以后的课程里面 我们要逐渐给大家介绍 如何把这个三层的网络 扩展成这样一个更加深的 比如说五六层 甚至更多的一个层数 那么在这个是网络变深的过程中呢 我们有很多很多问题需要注意 我们将随后给大家慢慢介绍 所以呢 这节课我们 我们看到我们用这个自己实现的一个神经网络 和这个T2下降算法 我们可以成功的对这个 手写和字识识别 如果是完全随机的话呢 有十个数字 猜对的可能性只有10%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准确率可以达到90%多 如果同学们好奇我们的这个 目前最好的这样一个状态 就是说神经网络 它的准确率能达到多少 我们可以查询一下这个 这个 minus dataset的官网 它有这个历年那个竞赛 现在能达到最 高的精确度可以达到多少 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年的这个结果 是吧 从以前的这个传统的这个 线性的这个分类器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显示的是这个 错误率啊 就是12% 也就是正确率是1减去12% 是88% 我们看到 然后后来有人用这个 kn的算法来算我们正确率达到 有降低在这个错误率降到 就是1.33% 已经不错了 然后有人用这个kn做到这个 用这个非线性的这个 deformation可以达到0.52 已经非常好的成绩 然后呢 后面我们看有各种各样的算法 SVM出现了 然后neural nets neural nets呢 neural network 可以把我们看最好的成绩在哪里 是吧 你达到0.35了啊 这是 就是正确率达到99.65% 这个65 这么高 我们看一下 他是哪个算法呢 是用这个 6层的这个neural network实现了 是吧 而且是 这就是每一层 他有多少个神经元 我们看到非常复杂 是在GPU上实现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已经达到这么高的 精确程度啊 是用这个deep learning方法来实现的 是在2010年 我们看有没有还有超过他的 是吧 我们现在0.35是最低的 我们看到啊 在这里 已经达到这个0.27了啊 0.27正负误差0.02 也就是说 在这个 新的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里面 我们把这个错误率再一次降低 再次刷新的这个正确性 到0.27这样一个准确率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深度学习这个神经网络 它是非常的这个强大的 也就是说 我们对手写汉的这个问题 达到这种识别率的话 跟人的肉眼差别已经不大了 所以呢 目前其实在这个美国的这个 比如说邮政编码识别上 大家手写的这个 机信的手写邮政编码 包括银行在这个 读取你的支票的时候啊 其实已经用到这个 机器学习 把这个手写的这个阿拉伯数字 自动识别出来啊 已经得到了这个广泛的应用 好的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我们就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 出品 出品 感谢观看